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动性吃紧之外 包括全世界的主要企业资本支出 出现大幅度的收缩 直到2017年 流动性吃紧加上企业支出下滑 大萧条要来了吗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就警告官媒做留意 或许短线上因为恐怖攻击 出现短线上的买点 可是长期的展望 配合12月中FED的利率会议 到底会给我们2016年 带来什么样全新的世界 那在这时候也不安宁 特别是未来这10天当中 大陆抢进国际媒体 第一个是昨天忽然透露了照片 歼20就是大陆的隐形版战斗机 已经要准备正式量产了 但歼20的战斗力 在西方的军事关于战当中 还是存在很多职业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会选在此时 来做一个量产的动作 那更重要的是下礼拜 是人民币纳入SDR的关键讨论时间点 所以包括文的人民币SDR 包括5的隐形战斗机的量产 到底大陆的一个策略 跟今天入股的重伤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请到三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教的是台大教授 孕局正 孕老师 好 第二位我们请教的是 居宏网总组笔邱志昌 邱老师 好 第三位请教我们分析师 曾幻文大K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这个亚洲股市 普遍叫哀红遍眼 包括台北股市 今天也莫名其妙 一口气跌了一个百分点 中档是下跌86点 特别是外资 在今天期货的多单 出现近月以来 最大的减码动作 在今天一口气 就砍掉多单4000多口 感觉上它本来卖压更大 所以台北股市 今天期货是一路的贯杀 所以变成有一点点 出不了货的感觉 同时外资在选择权 开始卖出买权 买计卖权 非常积极的空方避险动作 所以到底台北股市 下周一要干嘛 这个是很特别现象 过去这两个月 外资的多单 在今天出现一个 非常明显的 齐全的偏空操作 我们叫做掌握了 那当然入股今天重挫 不在话下 这个入股大跌 超过5个百分点 重要是技术面 跌破了近三周的整理平台 那香港很指数 虽然有SEPA签订的利多 可是也出现了开平走低 中场到目前为止是下跌了 超过一个百分点 那整个菲律宾股市 也出现了一个明显 超过1%的跌幅 怎么到了周末 忽然有了变化 我们先观察几个 重要的一个报告 那大概会被我们一起来观察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 全球不断的量化宽松 可是目前这个资金潮 这个似乎出现了一个 消失的恐怖格局 包括我们看到伦敦 美元的拆款利率 持续的爬升 那我们看到 第一个是美国的M2 M2持续在做收缩发展 这代表的简单的意思 就是货币周转的速度 正在做下滑的发展 那货币速度的周转下滑 也暗示了投资跟消费景气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景讯 那因为我们从美国的 这个财务杠杆的比例 可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财务杠杆的比例 却来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的边缘 虽然在2008年吃大海啸 结束之后 随着这个政府的杠杆去除 家庭的杠杆增加 事实上美国的财富 这个债务的杠杆问题 其实走越来越严重 并没有越来越简单 然后这两个问题 我们要合起来看 就是你债务问题越来越大 你这个负债越来越多 负债多不见得是坏事情 可是它碰到了流动性的问题 就麻烦了 官面我们常讲很多公司 叫做蓝制倒闭 什么意思 就是公司是赚钱的 可是因为可能票没到期 或票被斩延了 这个资不付出 这个路不付出 导致了一个倒闭 所以一个高杠杆 高债务的经济体 碰到一个流动性 大幅下滑的环境 美国股市的问题 出现了一个杂音 那另外我们看到 日本的货币流速 英国的货币流速 欧洲的货币流速 都出现明显的一个下滑动作 也就是过去我们提到 台北股市的量缩 并不是台湾单独的原因 而是全球性的现象 全球的股会债 都在做量缩 大家我们先观察 因为这个流动性问题 会产生第一个很大的麻烦 叫做市场失灵 买家找不到卖家 卖家找不到买家 官面你买过菜 常常就是说这个市场 人比较少就不会买 都会往人多的市场走 为什么 因为市场多 选择多 价格可以比价 这市场只有四个摊位 一个卖肉的 一个卖菜的 一个卖水果的 一个卖五斤 杂粮的 基本上因为没办法比价 除非很熟悉 你可能买不到 你想买的产品 而且价格 你可能比较没有比价空间 所以为什么有市场 市场的形成 就是一个买方跟卖方 聚集的地方 可不可以 从美国 日本 英国 欧洲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 股市 汇市 在市 碰到整个大环境的量缩 像台北股市 今天量非常低 缩好的证锁税取消 万点呢 千亿呢 不仅没见到 反正量听说 缩到六百多亿 到底有多严重 您的观察 好的 台北股市 今天下跌一百点 然后跌破这个季线 其实台北股市 下跌不是新闻 重点是今天 最重要是量缩 缩了大概 创了好几个月的 一个新低 是 那我们看原本 这个金管会主委 不是说证锁税拿掉 量要回来 然后他请大户喝咖啡 也没有用 甚至让保险机构 来投资台股的 门槛放宽 也没有用 等于说今天量 整个缩到一个不行 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刚刚有提到 像这是台北股市 今天的走势 我们看一下 从这十一月份以来 台北股市的量 一路缩 对 一路缩 从原本的一千多亿 到现在只剩下六百多亿 对 然后这个是韩国 韩国也同样的一个状况 韩国的量一样缩了 将近快要到二分之一 对 然后这是日本 日本的量缩得更夸张 对 对 缩了 这绝对超过二分之一 从最高跟最低的时候 量绝对超过 过去这三个月的高低峰 就差了三分之二 对 那大陆来讲 今天的股市 也是做压回 那它的量缩 比较明显在这一个月 对 这一个月从这个 十一月中旬开始 量能就一路往下缩了 上涨从六千多亿 掉到现在做四千多亿 对啊 然后包括 其实欧洲来讲 虽然昨天的 德国跟法国股市涨 是 所以这个量到一跑去哪里 大家其实很 很担心 很担心 对 没有错 那我因为盘中 现在我在看盘 我帮大家 对 我有个主持 对 帮大家把盘中一些 你主持碰我问题 因为世光以前主持过盘中 量缩的时候 关门友不是你会睡着 是我们主持人也会睡着 关门友你知道吗 是大家一起睡你知道吗 那因为我们耳朵 有制作人一直叫我们说 起床了 起床了 世光起床了 幻文起床了 我们勉强强颜欢笑 其实量缩的节目 是最难主持的 到底有多难主持 对 没错 那现在从族群来讲 现在的量都在生计股之外 其他的股都没有量 对 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就举几个产业做例子 前一阵子非常红的 这个纺织股 对 纺织股那时候有TPP题材 还有越南概念股 对 还包括这个Nike的 股价创历史新高 很多题材 很多很多 我举这个1452的这个红翼 对 你看红翼 它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 最高的量的时候 还有1.5万张 对 一天 对 到今天剩下多少 剩下1674张 剩下十分之一 对 等于说你进得去 还可能出不来 以前想说买股票 只有法人有这个问题 现在没有 现在可能连散户 或者说所谓的中石户 都会有开始 卖不掉的这个情况 对 那这个传产的华航也一样 黄航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 最大量还超过6万张 是 今天只剩下了9千张 也剩下六分之一不到的量 是 相当一个可怕 然后还包括这个 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双跌的部分也是 对 比如友达 你看友达过去最大量的时候 还有15万张 以前友达还空过30万张 对 你看15万张 那今天只剩下多少 剩下3000多张 是 量数也不到五分 3万多张 对 对 3万多张 对不起 再来是这个低润的部分 低润最近的股价 基本上其实有拉一波 对 但是你看 它除了在9月初的时候 报一个大量 来到20万张之后 今天剩下3万多张 也是量数 剩下六分之一左右 对 比如说这个电子股也有问题 那取大家最喜欢的 苹概股 对 苹果概念股 苹概股的状况 我看也是一样的麻烦 你看这可乘 对 可乘最大量的时候 有将近 我看超过1万张 因为它高价股 对 1万张以上 一天就成交三四十亿 对 今天剩下多少 剩下2千多张而已 是 对 这法人很多 这个外资跟投行 都很多的股 持股很多的股票 现在都有遇到 这流动性的问题 是 那最后看这个 软板的台俊也一样 对 台俊过去 最高还要来到3万张 对 现在只剩下3千张左右 对 只是十分之一 所以说你不管从 船产 电子 等等 这些族群 都出现量缩非常严重 大家要特别留意 好 我们注意到 因为量缩很麻烦 会价格失灵 关门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买 买不到 那单是好事 大家都股票做得多 可是关门 那我们讲风险 要卖是卖不掉的 前几天大力光一口是跌9% 大家都吓坏了 一个外资只不过 想轻微调节1000张 就把大力光 砰到跌9% 大力光瞬间市值减少几百亿 官员 我只是想换个5亿的现金 可是因为市场失灵 我想卖掉大力光球崩盘 所以我要请到乔老师做观察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全球的货币流速都在放缓 那很多官员并不懂 货币流速的概念什么 货币流速 货币流速什么关系 这个流速是淡水河流速 还是翡翠水河流速 并不知道 可是官员我们注意到 这个流速 它的放回才是什么样的现象 第一个结果 就是全球的股市 汇市 债市 全面量说 像华尔街最近 外汇交易员 大财员 那欧洲是债券交易员 全部没有投入 曾经能够在华尔街 你成为一个外汇交易员 那是全世界最棒的工作 开名车 签美女 住好房 住洋房 可是现在既然是失业大军 在欧洲 伦敦 你说你是干嘛的 我是伦敦债券交易员 全都好羡慕 一定要嫁给他 不然就取他 就发了 现在变失业潮 失业大军 到底量说问题有多严重 我们怎么做观察 刚刚世光提的那个问题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从英国的国富论开始 国富论就是经济协制之石 亚当斯密斯 他那个国富论就说 市场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一双看不见的手 手决定的 那invisible hand 一方面是攻击 二方面是需求 但是如果说攻击跟需求 它是没有办法去 成一个交叉的话 那就是一个失衡的 其实在总体经济协的最后面的几章 都有提到失衡的经济 比方说刚刚世光所讲的 我们到市场上去买菜的时候 其实失衡是常态 为什么 因为我陪我太太去买菜 就知道 我就跟他杀价 你现在几指比较热卖 40块 我说38 他说要不然是39 我说不要 我38 所以说一直不断的买方跟卖方 是处于一个失衡的状况 最后才均衡 均衡只是一刹那 就是成交 均衡就是成交 那现在市场上的整个流通流动 之所以说会变成比较低落 表示说它的成交是属于不连续的 变成说市场低高没有买家 很恐慌对不对 观众也没有卖家 这个很夸张 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有时候走错 今天市场是五点半开门 可是你三点钟起床 那种市场就很诡异 怎么大家都是用很凶狠的眼神 看着你 你那么早来干嘛 就那种感觉 没有成交的机会 其实这个要非常注意 因为在所有的财务理论当中 都把流动性风险是最后 丢在最后 像我们在交Fixed Income的时候 就是固定收益的时候 在建的时候 第一个 有什么通膨的风险 第二个有再投资的风险 有什么利利的风险 结果流动性风险在最后面 但是你碰到空投市场的时候 流动性的风险是最前面的 观众还记得吗 上次杀到7200点 为什么那天会杀到崩盘 就是因为整个市场价格失灵 一个卖单 会让台子期瞬间跌50点 让选择全崩盘 当时就是整个市场 那种一种失灵的一个味道 我们还会到2009年的时候 什么终于移动路股远川 台北股市飙翻天 那是另外一种事 只有买家没有卖家 也是一个市场失灵的状况 现在如果说个别市场 是这样的话 还勉强还可以接受 但是问题 刚刚世光所提到 全球的货币市场 还有全球这些市场 都是这样 那就值得注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货币数量协收 这个图片就是货币数量协收 什么意思 或者是剑脚大协 或者是Armin Fischer 你把这个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我们常常有 也很重要 其实用这个公司可以了解 世界上的货物的价格 跟央行的决策 我们怎么变实物面的决答 对 对 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货币跟实体市场 货币市场跟实体市场 左边是货币市场 MV是货币市场 MV是货币市场 右边 右边就是PT PT就是价格乘以生产的数量 数量不是金额 那由P乘以T 然后等于GDP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经济体的GDP 或者是全球的GDP 那MV就表示你的value 你的整个价值 货币供给量 货币供给量 那这个是V 那刚刚世光所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V Velocity 是下降的 流速它是下降的 当这个所谓流速下降 就是说我现在一块钱 在一天之内能够转几次 在一定期间能够周转几次 因为货币的这个需求 有交易的动机 有议防的动机 还有这个投资的动机 那现在大家都预防 为什么 因为新制的这个所得提高不易 然后这个速度就减缓了 那减缓的这个情况之下 你要让这个P 现在这个Q 这个M那个QE QE一直做 那M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可是你V是下降的没用 V是下降的 所以说结果变成PT出来之后 你发现说 最近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好像又软下来了 那全球的经济成长又软下 又软下来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短期的 比较short term的period当中 我们通常都会假设V 是一个constant的 不变的 不变的一个固定数 对 但是问题说V 它长期还是一个景气循环 会变 还是一个会变动 会升 2008的时候 这个V升得很厉害 对 但是现在是下滑的 现在是反向是下滑的 反向是下滑 景气过的时候V爆充 对 所以央行要从M收回来 就是把货币公司收回来 因为抵消那个V爆充 那现在搞得相反是 M供给量大增 大增 是V V不起来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对 对 学术写的人呢 你也可以知道 如果说这个把它做一个微分 或者是做一个差分的话 对 这个就是货币供给量 那加上这个V流动速度的增加力 那等于这个P 这是户价 跟那个数量 公民增长的数量 对 那目前这个V它是下降 对 下降 而且是急速的 刚试光那个图 这个M一直丢一直丢 没有用 对 对没有用 变成说你这边的GDP增长的速度 是一直放缓 一直放缓 一直放缓 所以说为什么 这些investment的economics 一直提说 40 因为原本的这个invisible hand 它是供给跟需求 永远是有一个均衡 不管说你失衡多久 对 永远是一个均衡 但他现在发现说 这个V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 因为老师我们观察 因为我们现在拉高一角 因为这个是 像为什么刚刚齐乔提的重点 像V是假定不变的 因为它跟整个社会环境 跟人类的商业活动的习惯有关 要改变它 其实有点困难 就是这个V的转速 基本上要把这速度转下来 是蛮难的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刚刚重新从美国 美国整个M2的一个货币流通速度 出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崩跌 而且持续下探 我们再看到包括日本 从英国 从欧洲 都出现一个趋势性 而且非常长期性的下滑 目前我们在看全球的货币流量 基本上这下滑的速度 随着人类的发展引进 自从1960年代 到现在2014 2015年 长期做下滑 这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用哲学角色 请教育老师 因为人类的消费行为 很多决策动作 其实来自于思想 来自于经验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央行政策司令 美国FED 台湾中央银行 你们都是博士说的事 台湾的央行 更是台湾财经类 高考第一名 是 子民大部分都去央行 所以事实上 台湾最优秀金融人才 参加高考都在央行 所以事实上 他们是一群天才 最优秀人才 他们面对一个 他们从来没看到的环境 你会怎么解读 这个我随着邱老师这句话讲 我非常高兴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哲学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1776年 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以后 提出了整个市场 有一种自动调节的功能 对 就是供给跟需求之间 会自然达到均衡 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就是这个看不见的手 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规范性 就是你不管是人不是人 你都会按照这个定律来做 很奇怪 而这个定律就变成了 MV等于叫做PT 对 这个数字 我还是背起来的 对 因为M就是钱 对 V就是velocity 就是速度 这个并不难 但是我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但是每一个人 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下 我们在哲学中讲求 天底下没有完美的均衡 所有的均衡 你看二次大战以后 尤其是从 这个自由经济发展过程 这四五十年来 货币的供给一直扩张 我问大家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手上拿到钱后 是不是就自动会花出去 不是的 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套 熊彼得提出理论 就是你要让人家花钱的话 你的工业跟商业的结合 要有创意 好了 现在我们在一个 全球化的时代当中 现在大家每天都在讲 下一个世纪的 产业的霸主是谁 最近我听到的消息 很可能是三宋 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非常完整的准备 他这个霸主到什么地步呢 到美国也不能跟他比 然后到了这个 中美联合起来都不差对手 对 举例子来讲的话 如果产业一个概念 就可以解决 整个全球的消费的话 那我问大家 全世界190个国家 只有一国经济独好 剩下189个国家 都要买这一国的东西 对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这个这样子的话 整个流动性自然就变得很低 像我是今年 大概就是这段时间 是张好换智慧型手机 一整年纪念 是因为我太太 已经用了iPhone 按到2345排下来 淘汰一个 你还是用2G 那种很呆的手机 对 因为我那个非常可靠 因为我只要接电话 我看资讯的浪费时间 我平常喜欢看文字的 但是因为我后来 就是不得不卷入这个潮流 但是我买的是什么手机 我买的是零元手机 对 因为我到时候 他说你时间够了 我们为了促销 让你零元 我说除了零元以外 我一概不买 对 那你签个字就零一个 是 所以说我现在用的是零元手机 那我等于在流动性是个零 但是我的钱拿来 有我自己的想法用途 机会没到 但是在整个货币供给的时候 我常常在强调一个观念 对 量化并不代表宽松 量化它不是说是 像发消费券一样道理 对 它有它的一个对象 那每一个人拿到了 比如说薪水不减 公共人员薪水不减 你在中央银行赚的钱不减 那你通常来讲 但是你刚刚讲到那些 华尔街金铜 或者什么债券大亨 或者什么外汇炒手 这些人 他遇到了大家整体 突然发觉无利可图的时候 对 那就没有人会做出 要消费的决定 是 我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金钱 金钱的价值 就是它的流动性 对 那什么叫流动性 流动性就是人的欲望 买卖双方都是欲望 你为了将本求利 你为了想赚钱 你还去卖东西 我又要是讲讲很棒 因为我自己很感觉 你这句话 就把经济学讲掉了 对 我可不可以再补助一点 所以说网络企业中 网络企业中 永远是色情行业最赚钱 对 因为它完全碰到欲望 而且没有限制 一般来讲 合法的企业中 永远是开餐厅最赚钱 因为它碰到了欲望 剩下的东西 我跟你介绍一个理念 讲台大多好 开补习班讲课 哲学课 坦白讲 那是因为 没有欲望 是因为有一点名气 有人要听 否则根本没有人 要听哲学课的 是 大家会说 我做过全世界最好吃的蛋糕 你要不要买 多乱买 对 我全世界最好的哲学 没有要听 那个就比较难 是 不能够激发人的欲望 我想问你 叫做平衡跟均衡 因为中国的思想 就是我们传统 不管是儒家道家 讲的是一个平衡 你叫韩国的国旗 这种类似的八卦 他们讲的是一个核心 核的概念 其实我们经济学当中 也追求的就叫均衡 经济学也叫均衡 那中国人叫做一个平衡 就是坏事不能做绝 等等 这个很多事情 我们怎么看待人类的变化 在西洋的哲学的理由当中 什么叫平衡 平衡这个点 要怎么做追求 这个点 这个是东西文化上 最重要的差别 对 我自己在西方社会 待了很长时间 西方没有中国 讲的中庸的概念 对 中庸的概念 他们以前在古希腊哲学 亚里斯多德里面 强调中庸的概念 可这个概念被打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该爽的时候 为什么要给自己做限制呢 就是欲望要充分地发泄 以往 我自己讲到这个 很深刻的问题 整个中国哲学 做任何事情 都是强调中道 中庸 过事情了 不偏不倚 这样叫做适当 西方人没有这一套 西方人都是极端的 西方的宗教是极端的 西方的话 如果那个神 如果是神底的话 那你的神绝对是假的 对 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神 是真的的话 剩下全假的 对 他那个观念 长期的教育是这样 所以东西方文化 遇到了这种 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时候 他那边是一直朝向极端走 那在中国这边的话 在东方 东方的思想比较有一种 自我调节的机制 对 比如说什么事情搞得太过火了 那就不可以 大家都群起而公之 在西方当中的话 比如说民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我取得了最多数 我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段时间我全权负责 这是个蛮极端的想法 对 在东方来讲的话 任何事情 即使给你的人民的委托 你也要做的 要合乎天道 合乎地道 合乎人道 对 各方面都要求 所以说在你得到了权利之后 你没有绝对的得到 反而还是有股牵制的力量 那西方的话的情况不一样 他就是人定胜天 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袁老师提到这个问题 不只有经济 包括为什么东方的政治 东方的经济 都出了问题 观众 我们引荐西方的政治 这个在西方很成功 为什么在东方都失败 其实刚袁老师 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解答 为什么 你学那个招 可是你那个脑袋 跟那个社会的环境 好 我们这边解读的是一个均衡问题 这个均衡被打破 打破的原因是 世界的货币流速快速地收缩 观众 其实流速放慢并不紧张 更重要的是 目前债务的存量 持续地高击 另外高盛最先报告 因为还预估到2017年 全球企业的资本支出 将会出现大萧条 为什么从鸿海开始囤积现金 到台积电囤积现金 成功的企业 现在这个动作 不是想研发 而是囤现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将我广告 我来看高盛的报告 大家ird statue灭 好 我们现在计删及到